72岁谭永林吃早餐饮争议,称通心粉是平民化早餐,后破于舆论改口。 香港著名男星谭永林于5月5日在微博上发了一张他在吃早饭时的合照,他捧着一大碗通心面,美滋滋地吃着,但由于措辞不当,引起了很大的争议,之前的评论是平民早餐才是最好的。 从编辑的记录来看,谭永林在发表声明后的半个多小时,就做出了这样的调整,可见他一直都在关注着这条微博,也有可能是他的经纪人和助理,在这么短的时间里,就把这篇有争议的评论给删掉了。 从照片的背景来看,谭永林大概是和朋友们锻炼过,然后在附近的一个大排档里,点了一份面条,却没有料到,味道竟然这么好。 所以,谭永林喜欢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,他会在朋友圈里,将自己的想法,分享给别人。 我们都知道,香港的通心面,是一种很普通的义式食物,所以,谭永林才会说出平民两个字,不过,这次的事情,最大的原因,就是谭永林的身份,让人有一种代入感。 这句话,会让人觉得,这是一个明星,不会经常吃通心面,像是一个大明星在经历着一个平凡的人生。 很多粉丝都忍不住在评论区发了一条消息,建议谭永林把平民的早餐,变成普通的早餐,或者简单的早餐。 谭永林真的按照粉丝的意见,做了一些修改。 总之,作为一个明星,说话要注意分寸,有意无意的,都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,所以,谭永林这种喜欢分享自己生活的人,必须要小心谨慎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